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时候 齐齐哈尔还是村落 1125年 今朝在今日的齐齐哈尔市建立了浦云路 管辖着黑龙江中上游及外星安岭以北的广大地区 那时期 齐齐哈尔就是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与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元朝的时候 成吉思汗将近齐齐哈尔所下地区 大部分属给右帝铁木戈末世金 作为封地 明朝的时候 归属奴尔干斗司管辖 清朝的时候 齐齐哈尔先是归宁古塔将军管辖 后来归黑龙江将军管辖 那时 齐齐哈尔的城市规模还很小 直到康熙年间 为了抗击沙德的侵略 需要在北方建立一战 便于传递朝廷情报 所以在今日的齐齐哈尔附近建立了补亏一战 大家一定要注意补亏两字 就是这个一战 让齐齐哈尔有了补亏这个别称 补亏商业街如今 在齐齐哈尔城里 都能看到补亏字样 那么 为啥清朝最开始会在这里建立补亏一战呢 补亏又是什么意思呢 补亏赤达沃尔语 汉语翻译过来就是勇士的意思 根据资料记载 今日的齐齐哈尔在清朝出年的时候 是达沃尔 西伯 瓜威茶 朱布 屹立游牧之地 补亏原本是一个人名 出生于1634年 康熙年间 补亏担任索伦总管 管理今日齐齐哈尔周边广大地区 他擅长做民族 工作 曾经受朝廷派遣 前往黑龙江地方 招抚了毕拉尔 厄伦春三火人丁 亲自去旌旗里将劝说达沃尔人丁内附清廷 受钦差大臣马拉指派 赴河尔古纳河 将逃脱了两户索伦人丁抓捕 并且送到李三院 此外 补亏还智勇双全 为了筹备亚克萨战争 补亏奉朝廷之命 带领驻扎齐齐哈尔的水军 作为先前部队禁抵黑龙江 驻扎俄苏立地方 为这场战役的胜利做了有力铺垫 收复亚克萨之后 补亏参加了对尔古纳河流域 沙俄侵略军的追角 他还参与了中俄尼不楚条约的签订 补亏性情直率 如果上司做的不对 他也敢顶撞 资料记载他不止一次顶撞黑龙江将军萨布素 为抵抗沙俄的侵决 做出了很大贡献 传说补亏力大无比 在今日齐齐哈尔劳动湖文化广场 补亏一分双牛的雕塑 栩栩如生 似乎在向世人招致那段不平凡的历史 因为补亏的英勇是 即 广为流传 所以侵朝为了纪念的 唤起人们抵抗沙俄的斗志 就在建设驿站的时候 取名叫做补亏驿站 补亏所以 很长一段时间内 齐齐哈尔人督管那里叫做补亏 这里也逐步成为黑龙江西部地区诸驿站的中心 其实 在补亏驿站建立的时候 不仅还有一个村屯 名字叫做齐齐哈尔 齐哈尔是达沃尔与唧唧嘎热 齐齐哈特 齐查哈里或喜扎达日的邪姨 含有边疆 边境 天然牧场之一 17世纪中叶 南迁的嫩江流域的达沃尔人群的这个名字 时刻告诉自己是边疆人或边疆来的人 实际上 补亏驿站和齐齐哈尔离的不是特别远 当时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提请朝廷要建立将军府 倾向于在齐齐哈尔屯建成 因此 康熙皇帝口御时 成名确定为齐齐哈尔城 但军部在考虑建成机址时 认为城池必须建在异路上 但你建的齐齐哈尔城却隔着嫩江 很不方便 于是 将城池机址定位在补亏驿站附近 但成名是康熙也口遇的 不宜更改 仍称齐哈尔城 但老百姓却不管这套 依旧按习惯将齐称为补亏城 所以 齐齐哈尔一开始就有两个名字 一是官称 一是俗称 所以 补亏就成了齐齐哈尔的别称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成建完后 这里就成为黑龙江将军的衙门所在地 逐步发展成为黑龙江地区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长达255年之久 那个时候 哈尔滨还是一片大草原 还谈不上有城市规模 不过 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 哈尔滨的地位逐步重要起来 人缘也多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 齐齐哈尔先后为嫩江省 黑嫩省 黑龙江省的省会 直至1954年黑龙江省会 从齐齐哈尔搬迁至哈尔滨 不过 补魁这个城市别城 一直延续到现在 参考资料 齐齐哈尔的你知道补魁这个人吗? 齐齐哈尔历史数略 作者 美日汉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币文字幕 李宗监辞